主料,烙豆腐250克,木耳八朵,辅量,香葱,香菜,辣子油,香油一勺,芝麻酱两大勺,盐一小勺,姜油三勺,醋四勺,姜片四片,蒜瓣五个,小米浆六个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木耳洗净丝成大片,豆腐切片,后八毫米左右。 豆腐,木耳放入热水里焯熟,然后放入凉水里,锅里倒底油,放入蒜末,姜末包香,倒入小米焦短炒香,倒入酱油,醋,盐,煮约半分钟,最后在煮好的料汁里加入香油,芝麻酱,香葱,香菜,辣椒油搅拌均匀即可,烹饪技巧,一豆腐不能切得太薄, 煮好的豆腐和木耳,放在凉白开水里泡着,防止脏沾,二吃的时候豆腐,粘着料汁吃,料汁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